我非常尊重乾隆,他是一個非常好的人,而且呢,然後我也恭喜了他,然後我說他是我的偶像 小安同學,這麼的受歡迎,我以為你們只有兩塊金牌,知道我們有幾塊了嗎?我們的實力太強了! 哈嘍大家好,歡迎來到白蕾鼻鼻的生活,今天我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任務,就是去機場採訪安塞隆,他不是剛剛奧義與毛球男單奪冠了嗎? 回到丹麥這邊,丹麥這邊有很多人們去歡迎他,我要去機場代表我們來自中國的粉絲去採訪他,走跟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現在已經到機場了,我們去找一下大部隊,看看現在現場的氛圍怎麼樣 在哪兒來,我在看游泳的前衛中有多所更多人! 在哪兒來呢,我去找到我的本機,等一下 在哪兒呢? 在哪兒嗎? 在哪兒呢? 是嗎? 你在哪兒呢? 在哪兒呢? 我跟那兒都可以看到一小時的車子 我是來賓手 我又在哪兒作動吧! 在哪兒呢?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丹麦全国各地的各个媒体在迎接安赛龙 好了 安赛龙他们现在要过来了 我现在准备拍了 大家等着看一下 很高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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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安藤 好 好 好,好 好 好,好 好 好,好,好 咱們要兩大大大 我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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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在看一看 我的天 给你们看一下 安萨龙旁边的是这位翻诚冠军 所以丹麦的两个冠军 今天同时抵达丹麦 在接受大家的采访 你们看一下这个吃蛋糕的小宝贝 真的开心吗 刚刚就不肯定了 这个小花蛋 它吃的蛋糕吗 你说大家好 大家好 应该一会就到我去采访了 但是现在穆拉宝贝有一点非常黏人 希望等会到我采访的时候 他不要这么黏人 我们已经待了很久了 恭喜德冠 带着金牌回到丹麦 见到这边的家人粉丝还有朋友 你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 现在非常开心 因为从我赢了这个决赛之后 我非常期待回丹麦 然后看我的家人 特别是我的妻子 对了和我们的女儿安慰家 所以我真的很开心 而且我非常感谢有那么多人在机场接我 所以我想感谢大家 谢谢 那您赢的比赛的时候 陈龙在坛上跟你说了什么呀 我非常尊重陈龙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而且在场外他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人 他来然后他跟我说恭喜 然后他说他希望我身体健康 然后他说我的状态不错 然后我也恭喜了他 然后我说他是我的偶像 因为他已经拿到了那么多冠军 而且还是那么厉害的一个对手 我看到您在您的社交媒体上有分享 您在教您的女儿中文 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单位的朋友在学中文 但是您是我认识外国人当中中文最好的 不知道您对其他在学习中文的外国人 有没有什么提升中文的一些建议 很难给别人建议 有一个个人的老师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是呢每次我开车的时候 我听中文的播客 而且呢有的时候看羽毛球的时候 也是有中文的那个解说员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花很多时间 不管是听还是说都很重要 谢谢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粉丝看到 您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 大家都特别特别兴奋 然后就想了解在中国文化方面 除了您对中文感兴趣 您对其他的感兴趣吗 比如说中餐啊 或者中国的传统服饰 或者您最喜欢的中餐是什么 很难说 因为呢每次去中国打比赛的时候 我不要吃不习惯的菜 所以我希望我在将来 可以可以试试比较多的那个中国的生活 谢谢您非常感谢再次做 谢谢 刚刚采访好 基本上这边也我的工作结束了 然后穆拉现在已经非常非常不愿意在这边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家了 终于快到家了 感觉又累又饿 我们准备回去快速的做两道菜 然后吃一点饭 等会一遍 这样 我吃过有没有 我没有喜欢它 我的妈妈给你吃了 我刚才 Pan吃了 因为我自己把它的看起来 因为它看起来 我从未来的 让我嘗嘞 听 听 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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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这个很健康 嗯 健康 对不起 我喜欢全中国食物 但是苦瓜 和酸味 我都没吃 外国人不能吃苦 你知道我们在中国 有一个酸 只能吃苦 只能吃苦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善人 方为人善人 我可以认识一下 人们喜欢成功 但是那是一个面称 而不是其实面称的 是的 是一个面称 如果你能够努力 然后你会忽略的 你会吃这个 酸 酸 肥话 我真的非常酸 哭了吗 嗯 以上就是今天的采访啊 安菜龙很像往常一样 是这么的nice 他好像很帅 真正的男人 我喜欢他 我实际上不太认识 但是 我觉得他很帅 很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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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他当时打完的时候嘛 大家不是都看见他在哭吗 然后电视台的人过来 要采访他 还不好意思拒绝别人 他还想尝试着去接受采访 但是他真的忍不住 会说啊 一直在哭 实在是做不了他采访 他就跟他说 不行你得等我一会 我得再哭一会 所以我哭好了 就是说 啊哈 哇 有很多 哈哈哈哈 嗯 很棒 很棒 我知道吧 真的很棒 我的天 你自己煮了吗 谢谢 咱们的成龙得了银牌 其实我个人觉得 是更让人尊重 因为他的脚伤 大家都看到了 是非常的严重 他能在这种情况下 一路展目 关过六角 还是很令人佩服的 而且成龙也是世界一流的 羽毛球男子单打选手 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想 安菜龙跟他交锋了二十年 才把奥运冠军拿回家 我觉得作为一个 生活在海外的华人 我能有机会 可以尽自己的民伯之力 跟这边的外国人 分享我们中国的文化 让更多更多的外国人 了解咱们的祖国 我觉得我也是 对我自己也感觉的 非常骄傲 对我们的国家也感觉的 非常骄傲 那个小安同学 这么的受欢迎 因为你们只有两个爱情拍 好的 那我们有几块了吗 三十块以上 我们的实力太强了 好棒 你会有1.6 billion人 你会有1.6 billion人 Denmark 你知道多少人 Denmark 5 million 5 million No Denmark Denmark 50次 比中国 OK 所以 难道 Den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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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视频差不多到这里 结束了 希望大家看得还开心哦 记得给我们点赞 关注我们 Yes Please don't forget to like, subscribe, share the video makes us feel really good and gives us the motivation to keep going so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later smiled Bye-bye denda Make it and how denda Den mourning 嗯 嗯